这个Google Spreadsheets包含虚拟的员工资料以及是否离职。 我们的目标是训练一个模型之后,利用这个模型来判断员工离职的可能性。 两个sheet分别做训练以及测试之用。 假设我们已经装了这一个Plugin,那么要使用的时候,就到Extensions,SimpleML for Sheets, Start。 右边的选择项目中,我们专注在模型的训练与测试,所以选选Advanced Tasks。 首先进入Trainer Model。 给这模型取一个名字,并决定标签项目是哪一个,在这里是是否离职,Attrition。 打开Source Columns我们有这么多的栏位可以选取,有数值型有类别型也有文字型。 我们选取一些栏位作为训练的特征变数然后开始执行。 完成之后模型就已经建立好了。 接着我们利用这个模型来做一些预测。 首先是对现有的训练资料做预测。 看到最后两行有预测的结果及信心的百分比。 当然更重要的是对测试资料做预测。 在测试系的最右两行也看到了预测结果。 接着对这一个模型做评估。 完成后弹出了对当前的Trition Train是一个评估的结果。 有准确度也有混淆矩阵AUC等等。 然后是ROC Precision Recall等图表。 橘色的线是针对YES,绿色的线是针对No。 接着我们将测试数据Attrition Test也做同样的评估。 然后是对这个模型的了解。 首先是Summary。 随机预测模型的品质。 Data Set显示我们选的特征栏位。 类别极数执行栏位的描述。 各个栏位对预测的重要性。 并汇出各种预测图形。 对各个特征变数的分布以及预测。 然后是管理这个模型。 最后是输出这个模型给Google Collab。 然后由Collab执行这个训练好的模型。 再转一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